但是国内多地依然是延续着高温的天气 很多小伙伴都想要去找一个避暑的好办法 我们再把时间回到上海吧 魔都的外滩居然成为了大家的那凉地 最近有网友晒出这样的照片 在外滩观光平台上 夜晚就出现了一些露宿的人群 有的人甚至是脱家带口都在这个外滩过夜 仿佛是在野炊一样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网友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 有的网友是觉得 说这些人坦胸漏背的在外滩 就这么躺着 显得有点没素质 自己是舒服了 但是损害了城市形象 但是也有网友就认为 说这夏天纳凉早年间 就是上海的一个风俗了 觉得他们这个行为也不伤大雅 不过只要你露宿之后 把这个生活垃圾带走就行了 还有一部分网友是觉得十分的疑惑 难道你们在外滩躺着就不热了吗 这外滩的地板真的会比空调房的床舒服吗 可是吹得到空调的一般也不会在这里露宿吧 有将近200万网友正在围观这个外滩夜宿组 有1100多人正在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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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